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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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嗨 蕃多琴是不是想出來很久了 我等很久 對我剛看你在大寶後面一直笑 很開心想要出來講話 我覺得很好啊 畢竟我們就是一加一的夥伴嘛 每個人都有那個那個 好好講話好好講話的時間 你知道大寶最近出了新書嗎 我知道啊我知道 我跟他一起寫的啊 還有我跟尚琳一起寫的 那你對於大寶出書這件事情 你怎麼看 其實大寶在出的書 他並不是在寫他自己 你知道嗎 這本書 因為他其實是在講他的歷程 他說出來了 然後後來尚琳又把大寶說的話 然後去把它變成了語言 就是文字的部分 所以有些東西 確實是來自於大寶 他有講出那個確切的字 但是怎麼去形容那一種感受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心境 其實是尚琳 當他在書寫的時候 他也連結上了那個意識場 所以他可以把這個畫作 言語去講出來 所以呢其實這個傳訊呢 其實是由大寶跟尚琳 兩個人一起完成的一本書 你可以這樣說 這就是為什麼 我在看某些特別章節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那些畫面 我可以連結到 譬如說他們在巨石陣那些 我當下超多畫面 就一直打到我的腦海裡面 你是不是藉由這個文字 進到了那個訊息場 對 沒錯 我甚至可以看到 當下所有的狀態 包括他們在做的儀式 甚至Asha唱的歌 每個人站在什麼位置 我都可以看到 很好玩吧 所以很有趣 很有趣 這也是有些人 因為其實書上了一段時間 有人來留言嘛 他們在看到某些章節的時候 會落淚 會覺得很感動 或是覺得心暖暖 其實他們也是 藉由文字進入的那樣子的 能量場 是啊 是啊 其實就很像人們在看電影 你會覺得 啊 我很入戲 其實看書你也會很入迷 例如說看哈利波特的書 你也會進到那個世界裡面去 而當鳳凰 因為你感知力是很強的 所以當你看到這本書 當他把那一個頻率的訊息 用書為載體 介入在書裡面的時候 你就進去了 其實每一個人 都可以這樣子 藉由能量 藉由書進去裡面的 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即便它是一個文字 它其實都是具有力量的 當然 我覺得它其實都是一些 你可以說是訊息的風包 已經雖然藉由大寶跟上林 把它化作文字了 可是他們最終究在講的是 他們經歷過的那一個訊息場 所以當你如果可以由這些文字 當作一個鑰匙去打開那個訊息場 你就一樣可以連通到那邊 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很多 字裡行間 文字裡面所沒有記載的那一些能量 那你對於大寶在跟 決定用另外一種方式出這本書之前 大寶的那些掙扎 對於寫出的這些痛苦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本來就是他決定要做的事情 而且他一定會這樣子的 凡發生必然嘛 我們很喜歡講這句話 但這不會是他的最後一本書 不用擔心 他會越寫越輕鬆 越寫越輕鬆 越寫越輕鬆 而且到後來其實你們的媒體 也不再會用書來當作載體了 你們會有更多不同的變化 到時候你們不需要藉由文字 去進入意識場了 你們可以就進去了 其實那個變化會是很多的 像是現在你們已經更習慣 用影像去進入意識場了 可是影像跟文字進去的方式 又不太一樣 因為影像 它已經有一個你所限縮的 眼睛所看到的視覺 可以耳朵所聽到的音樂跟語音 所以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面 這兩者 它已經給你夠多的資訊 使你匡限在某一個想像當中了 可是文字的話 其實你用你自己的速度在讀 然後呢你用你自己的 慢慢的去調整你的頻率 去進到文字要帶給你去的意識場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更超之於你的 你放慢多少 融合多少 打開多少自己 然後進入多深入的那個訊息場 其實是很在你自己當下 能夠去掌握的 而不是像電影或者是影片 它一幕一幕的 用它的速度帶著你走 所以這個是你更有主控權的 去操作你自己 去打開你自己的 我理解你說 其實文字有時候帶給我們更多的想像力 更多的沒有局限 因為它沒有給你一個畫面 一個聲音 告訴你它應該是這個樣子 或是它是這個顏色 或是這個石頭是方的圓的什麼的 其實這文字給大家想像力是非常非常多 是啊 這就是一個進入到多重宇宙的一個Portal 你看喔 去到那個訊息場 那一個世界觀裡面去 但那是好多好多重的東西 而最後面大家所去建構出來的 那是一個 你的主觀加我的主觀加你的主觀 我們大家共同可以access 可以連結到的那一個最大公約書是什麼 而那個公約書就這樣被拍出來了 了解 所以以上是你對於書的一些見解 但我想要再聊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本書也記錄了你跟大寶的相遇嘛 那其實你也一定很記得當初你們怎麼相遇 到目前為止 從那個時期到現在 你覺得大寶的有什麼樣的改變 或是你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大寶他就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他一直很嚴肅 然後呢他又一直覺得我太太太輕服 所以在這個當中 他一直在怎麼樣去調整他自己 他一直說 他覺得 開始通靈之後 然後他漸漸的遇到了嚴肅的人 看到了比較輕鬆的 比較幽默的高齡 比較不一樣的系統 他其實有一個 他也想要把那個就是緊緊抓著 控制的那個很有條條框框的東西的 他給放掉 進到一個更自由的狀況 可是他畢竟還是在一個 逐漸轉變的過程當中 他想要去冒險 可是他也還沒有百分之百的豁出去冒險 他喜歡用他這樣子的速度 有一點走 有一點停 有一點在走在停 走在停 走在停 可是他終究有在走 我覺得這一切 這個過程當中 他如何去關照他自己 就會是很重要的下一本書 嗯 了解 那你自己怎麼看你們兩個現在合一的狀態 或是合作的狀態 我一直都在他的心裡啊 他隨時都可以把那個開關打開 我就可以馬上進來了 可是重點就是 他有沒有想要這樣做 他的自由意志 怎麼樣去定位 我跟他之間的關係嘛 之前我們有一次曾經聊過 他比較像是把我當作一個指導教授 當他有問題的時候 他才會來找我 而不是像 你跟他之間的關係 他會打電話 傳訊息給你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跟你說 我覺得你買懷的這個 食物調理包要怎麼煮雞湯 他會跟你問這些事情嘛 會跟你聊天 然後說最近發生什麼事 你感覺什麼的 你在他心中還是更為像 朋友或者是閨蜜的 可是我跟他之間 他還沒有打算把我調整到那樣的狀態 嗯 那你會期待跟他成為一個真正的閨蜜的狀態嗎 我沒有期待也沒有不期待 但是就是因為畢竟我跟他之間的連結 他隨時是可以改變的 他可以馬上跟我看 視作是同屏的 視作是合一的 也可以視作是永遠say goodbye的 其實這件事情我並不 並不有所限制或是有所想像 因為我覺得我跟他是共創的 嗯 無論如何重點都是他的人生 他想要怎麼跟我合作 我跟他之間的這個合作 其實是必定要是他 他也開心我也開心的 而不是只有單方面覺得舒服而已的 這個是我跟他很重要的一個合作的方針 嗯 那你對於就是看到這本書的 不管是我們既有頻道的粉絲 還是因為這本書而被吸引過來的新的粉絲 你有沒有什麼想要跟他們聊一下 如果啊 你對於靈性的探索 你對於通靈 你對於看不見的世界 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奇心 還有很多的想像 想要知道 這些看不見的東西在大寶的眼中到底看到了什麼 在分多集我的眼中到底看到了什麼 你可以用我們的視角來去感覺一下 然後呢 你也可以也許藉此陪伴你去打開你的視野或是打開你的旅程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人在這麼大的宇宙裡面 你所去關注的點一定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沒有一個百分之百唯一正確的東西 而每一個存在都是多麼的 嗯 你的位置就會創造你的視野 而這都是非常珍貴的 而你期望從這邊作為一個起點 或者是讓大寶可以成為一個引路人一個分享者的話 你可以來看這本書 我們都會在裡面陪伴你一起去走這一段旅程的開始 好 謝謝你 掰掰 還是被刀了 我太嚴肅了 喔太嚴肅了 太嚴肅了 我就覺得像你跟馬傑就是有比較調到 你覺得他在你心中是指導教授嗎 還是你覺得他是你 他就是我朋友 你很朋友 所以我會跟他說你幫我宰一下 就這種朋友 是不是我比較孤僻啊 我真的是覺得 因為我覺得你就是個街keeper